PART 2 生态学的特色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要讨论生态学有别于其他的生物科学领域 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特色 首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以个体作为它的基本单位 每个个体仍然有它的器官细胞等内涵 以及它们的功能和环境适应的关系 但是唯有以个体为基本的单位 同时以个体聚集成形成的群体 才有办法帮助我们理解它的分布与风量的问题 当然在个体的界定上面 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一致的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生物我们很明确的可以看出它是单一的个体 但是也有一些像是重生的个体 这样的情形不只是在植物的身上会发现 也会在动物的身上发现 比如说一只独立的羊和一群重生的珊瑚是不一样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 生态学家会用不同的计量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去探讨什么是一个个体 第二个特色是生态学着重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尺度 今日的时间跟过去的时间之内 生物的风量跟分布很可能是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会有年间的差异 季节的差异 甚至日间的差异 同时在一个空间单位里面 当你看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 甚至放大到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物的密度很可能会随之改变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使得我们在探讨生态学的问题的时候 需要针对你的对象以及你的问题 用合适的空间尺度与时间尺度加以去探讨 第三个生态学的特色是生态学所探讨的范畴 以个体为单位 但是同时逐渐的向上去看到这些个体所形成的族群 不同的物种的族群所形成的群聚 以及到最后甚至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间所形成的一些集合体 有别于其他的生命科学里头的领域 他们多半都针对个体以下的某一个特定的阶层做探讨 生态学却是从个体一直往上 可以进入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去做整合的分析跟讨论 第四个特色生态学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科 在同样是属于生物科学的范畴之内 生态学探讨生物 它的生理表现行为模式怎么样跟环境之间有互动的关系 而我们都知道生理表现跟行为的模式 有部分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而这又牵扯到演化的问题 所以在最基本的范畴之内 生态学它和生理行为遗传与演化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结合的这四个学科的一些精华 还有相关的关联 彼此会有整合的关系 更扩大到一个比较大的范畴 谈到环境的问题里头 比如说气象学 水文 地质 地理 岩石 土壤学 等等的一些知识 都对生态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跟关联 所以简单的来讲生态学的知识跟研究 需要有一个跨领域的精神跟整合的动作 第五个生态学的研究也因此呢 它着重在多重的环境 以及可以适用不同的方法 生态学的研究可以在田野 或者是有人为操控的温室之内进行观察跟实验 生态学一样可以在实验室内使用十多传统的生物或物理化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但是更多的生态学强调这是在生物自然栖息的野外环境中去做观察做研究 那么有的时候这些栖息的环境呢 可以有非常大的尺度 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地景 而这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动用到 比如说摇册和卫星等高科技来帮助我们研究 所以整个的生态学的尺度跟它所研究的方法都是多样 而且呢有非常跨领域的精神的 以上是part 2的部分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